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梦想是改变世界的原动力 一切都开始移动互联网化 互联网以及移动互联网时代 最郁闷的问题之一是什么 你根本连谁是对手都不知道 新的更强大的对手 已经用互联网思维和金融思维在布局跨界 打击你的市场 但你却浑然不知 当你醒过来的时候 已经来不及了 最彻底的竞争是跨界竞争 你过去收费的主营业务 一个跨界进来免费 因为人家根本不靠这个挣钱 你每滋滋活了好多年 结果到最后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典型的案例 如瑞幸杀毒收费 360进来全部免费 让整个杀毒市场翻天覆地 微信7个亿的用户还在增加 直接打击了中国移动 电信和联通的贩卖 余额宝的出台 18天狂收57个亿资金存款 开始抢夺银行的贩卖 柯达的葬礼已经快要被人遗忘 葡图罗拉 诺基亚 东芝 索尼 都在排队 等候当机 国美醒来的速度太满 太满 等它睁开眼睛 仓库里 剩下一地的飞伤 京东早已实现明目张胆的打击 未来十年 是中国商业领域大规模打击的时代 所有大企业的粮仓都可能遭到打击 一旦人民的生活方式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来不及变革的企业 必定遭遇到前所未有的结束 乌尔玛正在关闭它的多家超市 这个曾经的世界第一富豪 正在面临醒过来之后如何转身 至于其他各类恐龙级的商业巨头 说真的 活下去都是一种耻辱 可惜 大多数人到现在 还把那些所谓的亿万富豪当回事 在那里膜拜 都不知道他们已经身心疲惫 头灰脑脏 看不清前途 找不到归路 更有甚者 居然还在扩张 还不知敬畏 越来越快 一切都在一个大规模变革之中 无论是哪家公司 如果不能够深刻地意识到 金钱正随着消费体验的改变而改变流向 那么 无论过去他们有多成功 未来都只能苟延残传 直到北 尘土掩埋 跨界的从来不是专专业的 创新者以前就未有的迅猛 从一个领域到另一个领域 门缝正在裂开 边界正在打开 传统的广告业 运输业 零售业 酒店业 服务业 医疗卫生等等等等 都可能被逐一击破 更便利 更关联 更全面的商业系统 正在逐一形成 世界开始先分后合 分的是那些大佬的家业 合的是新的商业故事 你不敢跨界 就有人跨过来打劫 未来十年是一个海盗嘉年华 各种横空而出的人物 会遍布各个领域 他们只是开了个头而已 接下来的故事是数据重构上帝 领量感谢未来 旧思想渐渐消失 逐渐变成数据代码 大数据时代 云计算的发展 一切都经历一个 推荡重来的过程 领域的世界 你准备好了吗